谢淑薇温网女双丰厚 也让原本冷门的网球夏令营 人数一下子暴增了三成 甚至还有专程从美国送孩子 回台湾学习网球的家长 而教练也期盼着网球运动 可以向下扎根 培养更多的网球明日之星 为国争光 顶着大太阳灰汗如雨的情练网球 今年网球夏令营好火红 暴命人数增加三成 因为谢淑薇温网丰厚的效应 家长和孩子们 都有了新的目标 我们台湾的选手在国际上争光 所以让我觉得说 他们也会有个机会 而且会有这个管道训练女生 像八岁的郁文 专程从美国返台学网球 就是喜欢学网球要打好网球 通过了网球脚步的移动 还有技巧的学习跟训练 那么教练表释 网球自小扎根 将有助于培养更多的谢淑薇 跟鲁燕勋 让小朋友从小开始训练网球 对 然后能够一步一步的 把网球技巧取得扎实一点 好 能够以后能够 培训更多的 像我们鲁燕勋 然后我们国内的谢淑薇 像这样的网球自新 世上青少年网球效力赢 各现时都有办 但台北的专业课程 7月1号到8月23号 周一到周五 一共办了八个提示 每天早上8点半到10点半 两个小时的基础训练 从持拍脚步的移动 接球发球都要学 收费一提次3000元